大生蠔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是乌拉拉 今天在公司吃豪门盛宴 这包装是够敦式的 柠檬 餐前面包 凯撒沙拉 今天的主菜生蠔 完了完了 真没给 他给了一把这个 这能开生蠔吗 太暴力了 这个生蠔呢 我是点了半打 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产地 这个是加拿大 这个美国的也太怂了吧 这么小 先准备好柠檬 因为吃生蠔要配白葡萄酒 所以我今天也是特意准备了一瓶 好了 要从酒柜里拿出我的白葡萄酒 谢谢 把借那个杯也拿 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 先把酒给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选的这支白葡萄酒 77 那今天的为了搭配生蠔 我也是 那今天的为了搭配生蠔 我也是特地从7-11挑选了一款 比较小众的 来自法国的奥克产区的葡萄品种为 沙当尼的干型白葡萄酒 酒精含量是13度 然后刚才我也是把它放进了酒柜 稍微冰了一下 那么它现在的温度应该是在 7-12度 也是一个口感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请 which is all please 撒一遍 两边 这个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酒的这个香气 轻易的就可以闻到这个矿乳汁的味道 包括它的丹宁 丹宁酸你稍等我给你直呼一下 太麻烦了 我们就直接来喝吧 这个反正闻上去挺香的 真的是挺香的 我们先吃餐前面包吧 咸包吗 不错 这个面包的口感呢 就有点像面包 这个是金箔吗 看着不太像 轻易就打开了 大生蚝 哎呀 滴了一地儿 好像是要想喝这个汁水 咸的 就是海水 蒙 挤上 我喜欢吃酸的 所以多挤点 OK 感谢21克的叉子 咸咸的 微腥 而且它的后味是偏甜的 完全咽下去之后呢 咸咸的 微腥 而且它的后味是偏甜的 完全咽下去之后呢 就感觉整个口腔里有海风吹过 你喜欢海风鲜鲜的气息 在转身 这个酒的味道呢 就比较复杂 丹宁 矿物质的感 就还是海风轻轻吹在脸上的那种感觉 C'est encore moi Salut 盖都是已经帮我打开过的 哎这酒我怎么上头了呢 我就喝了一口 火气了吧 跟7-11 搁了一年半了 没人买 来自于爱尔兰的选手 嗯 爱尔兰的这个也好吃 来我们尝下这个 来自法国的 法国金珍珠生蚝 法国的这个生蚝打开之后 看它的纹理就比较洋气 不错 法国的会特别鲜 特别鲜 完全没有腥味 一丝丝腥味都没有 只有鲜和甜 而且口感特别醇厚 我们再配上法国的 干形白葡萄酒 特别好吃 南非纳米比亚生蚝 南非这哥们特别咸 好鲜好鲜 这个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 哇 它里面有好多汁水 没味儿 哎你们说我会不会拉肚子 必须得吃点蒜了 这不行啊 这个 我感觉我可能得 我可能要玩 这我妈看见这漆不得打死我 直接给生蚝里放一颗蒜 口感立刻提升了四到五个档次 太棒了 今天还没唱歌呢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摩托 这美国选手的尺寸 就好比我们 我们的嘎啦一样 上一期碳水吃的太多了 上一期碳水吃的太多了 今天为什么要吃蒜蓉呀 工作需要最近有点虚 这个吃完这餐之后呢 除了上面很复杂的种种口感 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二六麻烦再给我订一份炒饼 谢谢 一共消费372块9 我们下期见 拜拜